琪姐那时候怎么会愿意来 琪姐应该很久没有比赛了 对于我们这种粉丝来说 就看到偶像在那边 要看自己每次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亵渎 亵渎偶像的事情 我觉得还好 我记得说年纪大了 然后突然受这样刺激一下 说不定会突然之间 我觉得你会变年轻 你会变那种 所以我觉得静眼是一个趣味性 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来参加 我也觉得很好玩 所以其实我不会求什么 特别好的名词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不是特别红的一个歌手 在音乐曲风上 比较不是那么的流行 没有那么直白 我只是觉得说 我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很喜欢这些歌曲 就是我这种对于某些东西的坚持 飞鸟鱼 这是我们两个合作的 其实我还很清楚地记得 我弟弟做这个创作的时候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写了热词 我说那你试试看吧 他说好啊好啊 然后我们两个在他家 然后就一个琴 他就自己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 他就真的是 然后弄了一个很怪的拍子 就这样是不是很厉害 就那种好像是在玩的那种感觉 那个场景我真的是一直都记得 就这么这样就出来这首歌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很棒 喂 你脸退后一点 把你脸太大了 再退一点 感中吗 再退一点 感中吗 要么感中吗 你有建议我唱什么歌吗 不一定是要那么样那么样的 popular 哦 肯定是每一个人最厉害 别人达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哦 排排 尤其是从我们那个时候 从校园名歌手走出来 不太有这种很商业的考量 可能 飞鸟鱼 也许有些人听得懂 有些人听不懂 或者有些人觉得它不够流行 那也许有人很有感触 这都在观众的心里 没有关系 哈哈哈